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完了数组相关的内容 那这节课继续往下学 来学习一下PeerP中的函数 那说到函数呢 可能同学们并不陌生 在之前我们想完成某一功能 或者解决某一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过函数 那当时呢使用的是系统函数 因为你直接拿过来就可以用的 那其实呢我们PeerP中的函数呢 就是完成某一功能的代码段 那我们的函数呢 就分为我们的系统函数和自定义函数 那首先来看一下 在函数中我们主要就分为这两部分来讲 第一个就是系统函数的一个使用 第二个呢就是自定义函数的一个使用 在系统函数中 我们的PeerP中那可能有上千个API 大家在学习函数的时候呢 不要死记硬背 因为呢你把它背下来 你不知道在哪去用 同样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你可能看到了 在这个右侧 我给大家把一些常用的这些函数库 分门别类的给大家归纳了一下 那一会呢我也教给大家 如何来查询我们的手册 以及带着大家把这一块函数过一下 那下来之后呢 如果大家记不住的时候呢 还可以来查我们的手册 那首先看我们的系统函数中常用的这几个函数库 像自负串函数库 包括数学函数库 日期时间函数库 以及我们的数数函数库 我们主要针对这四大函数库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自负串函数库 那现在大家要想 给大家一个自负串 大家可以对这个自负串 做哪些操作 那首先呢 我就可以得到一下自负串的长度 通过STR Lens 得到自负串的长度 那接着我再来教给大家 如何通过手册来掌握我们的函数 好 就拿我们这个STR Lens为例 首先呢 看到这个手册中有目录 有索引 那接着呢 你就可以在这来写STR Lens 接着找到这个函数的一个解释 函数名称不用说 那函数的作用呢 是获取自负串的长度 下面是这个函数的说明 首先来看 STR Lens 括号中是你要传给它一个参数 前面的String呢 代表参数的类型 自负串 String 那返回的什么呢 返回的是长度 那肯定是一个整形 那前面INT呢 代表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接着下面还有参数的一个说明 String 需要计算的自负串的 需要计算长度的一个自负串 那下面呢 这个是返回值 成功 则返回自负串的长度 失败呢 返回的是0 这样的效果 那下面还有一些案例 你也可以简单的对照着案例来看一下 那接着呢 我们就一起来过一下 首先看 自负串长度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有一些注意的 就要知道 把它放到这儿 接着我们在这儿来 写成一个 Demo 来一个String相关的 StrLens 下号键1 或者写成一个String 好 第一个函数 得到4副串的长度 写成一个4副串 String 等一个 Key 那现在想得到的长度呢 Echo一下 StrLens 的DollarString 比较简单 会返回 4 长度为4 那接着 在我们的这个 自负串是英文的 还好 但是要是中文的 需要注意 在UTF8下 一个中文 占三个长度 String 你看到是4 这个没问题 但是如果自负串 String 等于一个 麦子学院 或者麦子 这时候 它返回的不是2 而是6 在UTF8下 一个中文 占三个长度 这一点 给大家写到这 UTF8下 一个中文 三个长度 那GBK下呢 是两个 两个长度 这一点 需要注意 那其他的 就比较简单了 好 再往下看第二个 这个函数呢 我们是见过的 已经使用过 STRPUS 在指定 siftrar中 查找 目标siftrar 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它是在siftrar中 进行查找的 那首先呢 我们找到了 它返回的是位置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忽略大标写的 去查找 这几个 我们是之前用过的 那在这呢 就不带着大家 再来说了 那接着再往下 看到 还有str replace 在指定siftrar中 查找另外一个siftrar 这个也是我们 讲过的 跟siftrar 查找相关的 给大家列到这了 接着再往下 siftrar大小写的 str to lower 这一些 这两个 我们也是见过的 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str等于一个abc 接着把它转称成大写 eco一个str to upper dollar string def 接着也可以把它 转称成小写 eco一个str to lower dollar string 转称成大小写 你看到 大写小写之后的 同样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单词的 首字母 大写 string 等于一个 this is a test 接着单词的 首字母大写 我们就可以使用 u c words eco u c words 的dollar string 和它对照着来记得 还有一个 字符串的 u c words 是字符串的 首字母大写 还有单词的 首字母大写 eco一个 u c first dollar string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你看到 第一个 u c words 是单词的首字母大写 是单词的首字母大写 这样的效果 那字符串的首字母大写 有 那还有小写 假如说你把它变成一个t 大写的 再把它变成小写 可以通过l c first do dollar string 那你再来运行一下 你看到小写 字符串的首字母小写 也比较简单 再往下 还有字符串截取 substr 截取字符串 这个我们是用过的 接着再往下看这个 跟字符串截取有关的 还有一个 substr 下滑线 replace 替换字符串的子串 也就是替换你截取之后的 字符串 那简单的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行数的作用 怎么来用 给你个字符串 string a b c d e f 接着呢 我就可以通过 substr replace dollar string 第二个把它替换成什么 假如说替换成一个碳号 第三个参数是起始点 从哪开始替换 假如说我们的从0开始 它会返回替换之后的内容 来刷新 你看到 从0开始 直接就把整个字符串 全替换成一个碳号了 那再往下 你换一个 你说我从几开始呢 我从3开始 下标是从0 1 2 3 从这开始 那应该返回的是 abc abc和碳号 abcd abc和碳号 这样的效果 那同样的 还可以跟上第四个参数 代表替换的长度 echo一个 substr replace 把它替换成一个 效率 start 从3开始 替换到哪呢 替换一个字符 长度代表 刷新 你看到 abc 只有d 被替换成你要的内容了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不想要这个呢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替换成空啊 对 这是一样的 简单试验一下就可以 空字符 t 小心 你看到 d就被去掉了 这个呢 比较简单 再往下 还有这个字符的一个askama 可以通过ord 来得到指定的字符的askama 也可以通过chr 来根据指定的askama 返回这个字符 这两个我们也是用过的 那再往下看到 还有md5加密相关的 shae 这两个呢 我们是不是也用过呀 好 没问题 接着再看跟过滤有关的一些函数 首先trim函数 用过ltrim rtrim chop呢 是它的一个别名 效果是一样的 包括替换字符串的strip tags 过滤字符串中的html标记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解决这个注册的时候 做判断的时候 用过这个函数 包括做这个留言板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过滤一下 用户输入的内容啊 很好用这个函数 再往下 还有add slashes 它是使用反写线 引用字符串中的特殊字符 那这个函数呢 以后你也会用到 它会解决我们的这个 sirco注入 可以通过它来过滤用户的输入 简单的来看一下 主要是过滤哪些特殊字符呢 像单引号 双引号 反斜线 它会使用反斜线来转移 字符串中的这些特殊字符 写成一个string等于一个EUF 好写成一个A大于B C小于D 再写成一个双引号 黑塞 黑塞的I M 翻 写成一个King And Sonia 这个字符串有了之后 再来一个反斜线 Tom Smith 这样的效果 有这样一个字符串之后 我想过滤一下 你先echo一下原始字符串 String AB 接着你看到这里边只出现C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边小于号 是不是属于我们的特殊字符 对吧 咱把这两个去掉 刷新 King And Sonia 黑塞的这一堆 Tom And Smith 接着你看到字符串中 有双引号 单引号 还有反斜线 我可以通过 Add Slashes 使用反斜线 来引用字符串中的 特定字符 echo一个 Add Slashes DollarString 再刷新 你看到 下面的是通过 Add Slashes 之后 返回的字符串 双引号 用反斜线 双引号来替代 单引号 反斜线 单引号 同样的 反斜线 用反斜线 反斜线 来转移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Add Slashes 的作用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将 字符串中的 所有字符 转换成 HTML 实体 同样的 也可以使用 HTML Entities 这样的效果 把所有字符 转换成 HTML 实体 把这个字符串 我们再拿过来 用一下 好 这次呢 把这个 A 大于B C 小于D 也加上 那现在 这就属于 我们的这个 特殊字符了 想把它变成 HTML 实体呢 你可以使用 字符串 替换 一个一个来替换 也可以通过 HTML的 Entities DollarStream 你看到 A大于B C小于D 可以查看一下 它的原代码 看一下是否 真正的替换了 A大于B C小于D King and Sonia 接着双眼号 它帮你处理了 单眼号 它没有帮你去做 那我们也可以 跟上第二个参数 这个呢 我们也用过 跟上一个 Ent的Couters 处理单眼号 和双眼号 刷新 再查看一下 你看到 单眼号 变成了 它的实体 编号 这样的效果 也比较简单 那HTML Special Correctors 呢 这个是学过的 它是将 字符串中的 特殊字符 转换成 HTML实体 什么叫特殊字符呢 像你的 单眼号 双眼号 包括大一号 小一号 暗的符号 它把这些字符 转换成HTML实体 HTML entities 是将所有字符 都会转换成HTML实体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一个 NL to Br 也就是将 字符串中的 反形杠N 用Br来替换 我们可以简单 我们可以简单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字符串 A B A B C D 来一个反形杠N 双眼号会解析 所有的转移符 那接着呢 你当 EchoString的时候 它只会在原代码中起作用 如果你想把 字符串中的 反形杠N 变成真正的换行 在页面显示的时候 是换行 就可以通过 EchoNL to Br DollarString 第一个是一个空格 第二个 你看到 真正的显示的时候 把这个反形杠N 变成了我们的 换行 Br 这样的效果 再往下 和字符串 比较相关的 这几个呢 我们也是用过 STRCMP 比较两个字符串的大小 包括忽略 大家有写的去比较 接着还有一个 使用自然顺序法 来比较这个字符串 什么叫自然顺序呢 就像我们写一个 1.txt 2.txt 那这时候呢 是不是应该是 1比2小啊 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实验一下 DollarString 等于一个 STR1等于一个 1.gif STR2等于一个 2.gif 那接着比较 它们两个的时候呢 可以Echo一个 STRNAT Case CMP 接着你看一下结果 刷新 负1 证明1比2要小 那并不是说 正好差了一个 写成一个7 结果应该是 还是我们的 负1 那如果它们两个相等呢 返回的是 0 对不对 如果它有比较大的话 返回的是 正1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下一个呢 CaseCMP 它可以比较 字符串开始的 若干个字符 也差不多 就只比较 字符串的一部分 但是要从开始来算起 还是拿它们两个为例 你可以Echo一个 NAT Case STR Case CMP N Case CMP 那比较前几个呢 比较前一个 那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是 相等啊 你看到 返回的是0 那如果要比较前两个呢 这时候你再看 返回的是3 返回的是什么呢 是两个字符的一个 ASCMA X 不信的话 你再写成一个2 或者写成一个5 应该是 X4 X4 负4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效果 1比2要小 1 正好和5 差了4个 这是比较四复串的 前若干的字符 接着再往下 这两个函数呢 就很有用了 四复串的一个拆分和合并 首先呢 我可以将一个四复串 拆分成数组 通过Explode来拆分 可以写一个String 等于一个 A B C D E F 你看到这个字符之间是以空格来划分的 我现在想把这个字符串变成一个书组呢 我就可以通过Explode DollarString 以空格来拆分 拆分之后的结果呢 就是一个书组 你可以打印一下 好 刷新 Explode DollarString 以空格来拆分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写错了 参数是不是写反了 对吧 以空格来拆分这个字符串 好 你看到拆出的结果 A B C D E F 将次复串 拆分成数组 同样的 有了它之后 你想做一个中文的 验证码 想快速生成一个中文的数组 你可以这样来写 接着呢 简单的你这样 你拿空格也好 逗号也行 这次呢 我们换逗号 好 接着想把它变成数组呢 就可以通过Explode 以逗号拆分一下 这个字符串 就变成我们想要的数组了 来一个Header 接着刷新 你看到中文的数组就有了 那你想做一个中文验证吧 只用随机的从这里边抽取一些内容就可以 一些元素 接着再往下 能拆分的 也可以把这个数组再连回我们的字符串 通过Implode 或者是 Join函数 将这个数组连接成字符串 转一下 以什么分格符呢 我想以 笑脸 来连接一下这个数组 假如说我们不打印了 或者是 $AR等一个array A B C D 它会连接数组中的值 把它连成一个字符串 $ Echo一下 转的和Implode的效果一样 就是一个函数的别名 你看到 A 你的连接符 B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接着再往下 将siftrar 转换成数组 也可以通过 str Split 给你这样一个siftrar String Hello World 接着呢 你想把它变成一个数组 就可以通过 str Split $String 这样的效果 当你只给了这一个参数的时候 你看到形成的数组的样子是什么样 printr一下 $AR 刷新 你看到 是每一个字符来拆分 每一个字符来拆分 那接着你也可以规定一下拆分的长度 假如两个一拆 那现在he是第一个元素 LL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把这个字符串 拆分成数组 接着再往下 还有一个格式化字符串 那首先呢 可以通过printf或者是sprintf 它们两个差不多 那先来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些参数呢 你不用去印记 很长 第一个format格式化的参数 第二个是你的输入的这些变量 那首先来看一下printf和sprintf是一样的 它是不输出了 是返回 而printf呢 是输出 那接着呢 你看到有这样一些参数 像你的 b 包括c b呢代表的是一个binary number c呢是s,d呢是数值 decimal number 这样的效果 你也可以简单的应用一下 你看到 可以通过给你一个格式 d% 要它来输出什么呢 输出什么呢 是一个整数的 接着再往下 你看到s代表要一个字符串的 你可以这样来格式化一下我们的内容 简单的 你可以把它拿过来 你试验一下就可以 这里面的参数比较长 也不用去印记 好 你看到 eco一个sprintf 这是你的格式 要格式化哪个字符串 接着呢 第一个百分号d 是你要输入的内容 要求输入一个什么内容呢 是一个整数 接着再往下 百分号s 要求输入一个 sift串 接着你来输出一下 你看到 lera5monkeys in the tree 这样的效果 如果使用这个printf 来看一下 $format $number $location sprintf 是返回 而printf 直接就要输出 直接就给你输出到浏览器了 这样的效果 这个函数呢 也很有用 当你想 格式化一个字符串的时候 就可以配合上 一堆的参数 来使用 那接着再往下 看一些其他常用 像反转字符串 strrev 这个呢 就简单了 abcdef 那反转呢 应该返回的是 fedcba echo strrev 你看到反转之后的字符串 接着其他的呢 像这个 strshaft打乱的 我们用过 strrepeat 重复的 我们也用过 strgetcsv 来解析 csv字符串 为一个数组 那csv呢 是以逗号 默认是以逗号来分割的 这样一个字符串 你可以这样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 strstream 等于一个a 斗号b 斗号c 斗号d 接着呢 printr一下 或者写成一个 dollarsar 等于一个str getcsv dollarsstream 好 接着来打印一下 刷新 你看到 一个数组 就有了 可以把这样一个 字符串 把以逗号分割的 字符串 来解析成一个数组 同样的 也可以 最后呢 可以来将 字符串 解析成多个变量 price str 那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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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般我们是用配合上这个 原料 并设置到当前的一个作用域 那一般呢 我们是来解析什么呢 解析这样一个 看下面的例子 明知对 并且明知对 是不是像在我们地址栏上传的这些参数啊 接着呢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解析到我们的当前的这样一个作用域中 直接来使用就可以 那这一块呢 等我们讲到这个price ur 包括price 解析这个地址栏的时候 我们再来应用它就可以 好 那你看到这是我们这个字符串中常用的这些函数 下来之后呢 大家如果哪个还记不住 学会查手册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简单的带着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字符串函数库 那我们这节课就要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